原古本铺是大溪老街上180年的老房 曾经这里不止繁荣更是经济的命脉 180年后繁荣不在 只剩下老屋与观光客 为了让老屋发挥它的价值 原古本铺第五代古政军 从台北回到了大溪 开始老屋一文 美食不老职人的推广与发展 结合各界力量与他自己的信念和热情 使得这里不再只是老街上的一间老屋 而是集结了艺术人文与美食文化的几具地 更是人情味的所在 一起来看今天的用心爱台湾 我回来呢 我觉得说就是把人聚集在这边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空间里面 感受到生活的美学 然后日常 生活的日常可以丰富 可以有美 可以有欢笑 然后可以有艺术 这个是我给自己回来的一个新的定义 其实我在18岁的时候就离开这里 那最主要是这个地方 在那个年代呢 处闭街边有所谓的热水器的时候呢 我还要起大澡 所以呢在起大澡的过程里面 你就会知道尤其是冬天要先打水 要起大澡要先打水提水 然后呢起个大澡大概两个小时才能够洗大澡 所以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进步不文明的地方 所以我就发誓要赶快离开这里 但是呢因缘忌惠就是日本的一个旅游作家来写大西 他就说如果你很想来台湾旅行的话 其实大西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店 那如果你到大西你又很幸运的话 你可以看到一个百年的老房子 那我看到百年的老房子又是大西 我就很好奇看了内容 结果呢我看到了这个拱门的一个照片 所以呢我很诧异 哦原来在外国人的眼光里面 我们家竟然是那么漂亮的 这个空间呢是一个一百八十几年的空间 这个空间以前是做糕饼 然后南北货 那经过这里就是要去拜拜的时候 会在我们这边做买卖 我们这条街非常有趣 因为是百年的邻居 所以都古代长辈了你知道吗 所以你来一定是你在外面混得不好 所以对我有非常多的质疑 那因为有这样的质疑 所以每次到了傍晚他们顺便聊天 就顺便来调侃你 这群老人家讲的 每次都在讲大西的轰功伟业 想当初他们怎么样 那我是不是有办法 让这些东西也变成了一个 在这边讲故事的一个题材 所以呢我就不再做糕饼 但是我觉得说可以是一个人的聚集的地方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回到家 我的使命就是让人的聚集在这里 继续恢复太宫那个时候的荣光 用人的一个像一个磁铁一样 因为这里有大家的想望 还有大家对于以前老房子的一个感情 那透过这样的感情 我们把它发酵成很多的艺文活动 然后让他们再回来缅怀这个空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